大家好 生活当中五种常用的绳结 第一种 双套锁紧结 我们户外 施工作业 拖车掉路时 用这个方法 简单快捷 而且安全牢靠 将副绳双折之后 我们进行给它收紧 主绳收立时 它会牢牢的锁紧 而且解开方便 一再绳头就开 第二种 捆绑结 我们的水龙头与软管相结实 发现架里边 没有铁丝 没有卡扣 我们只需要找了一个鞋带 轻松可以解决 穿过之后 进行双向收益 看似简单 当它收立时 牢牢促进 绝无低落现象 第三种 杠杆结 打法机器简单 用途非常广泛 我们 拖车掉路 成人 锁装锁点等等 都非常的安全牢靠 主绳收立 牢牢促死 第四种 钢绳 应急 聚员扣 我们在 施工作业 拖车掉路时 钢绳突然间发生了破骨断裂 用这个方法应急 简单实用 而且安全牢靠 绳头压到 组绳上面 看似简单 当它收立时 牢牢促紧 硬舌不开扣 第五种 普勒修克 防滑解 围绕大门手指 缠两圈 这一侧 围绕十指缠两圈 然后将这绳 奔着拿下来 形成个生圈之后 直接给它套到 支撑的 物体当中 或者是杠杆当中 看似简单 当它收立的时候 怎么在 不会打滑 非受力 自由调节 锁紧防滑 安全牢靠 开大门手指 好 这就是 最 pequeño 但